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1-2不确定度的组合 我们前面提到我们的实验测量的结果会表示为不确定度 最佳估计值加不确定度 那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呢 把它两组数据的这个结果呢去相加它 我们如果想要这样子去给它做加减乘处 我们先讲相加的加减 那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表示呢 那这里加减这个不会是UX 不会是那个第一组数据的不确定度 直接加上后来第二组数据的不确定度 不是这样子并不是 那要怎么算呢 实际上组合而成的不确定度呢 是要用个别的平方相加开根号 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目前没有办法证明它 只能说就记起来 它就有点像是X方向的不确定度 和Y方向的不确定度呢 是不能直接加起来的 必须要经过平方相加开根号 这样子 好所以只要知道这个公式以后就可以来处理这个题目 另外顺便讲一下如果是相减的情况呢 相减的情况也是一样 相减的情况它的不确定度还是一样是平方 个别的不确定度平方相加开根号 好那现在呢 小张利用家里的电子秤想要测量一颗红苹果 和两颗青苹果的总质量 总质量 那分别对红苹果与青苹果的质量进行独立测量 测的红苹果质量为180 那只有测一次而已 测红苹果测一次 然后两颗青苹果的质量为418 这也是测一次 那请问 还有他告诉我们这个电子秤的 机器精确度是1克 好那这样子的话 要怎么知道 总质量的不确定度呢 因为他只有测一次 所以我们就不看A类不确定度 因为A类不确定度就不能算 因为A类不确定度需要算标准差 那你只有测一次是不能算标准差的 所以我们只能看B类 只看B类不确定度 那B类不确定度是 仪器的最小刻度或这个精确度去除以2跟3 好所以结果就是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不确定度 这是棒秤的不确定度 那所以呢 第一次红苹果他的测量结果呢 就可以写为 180 我们要先算算看这个 1除以2跟3是多少 1除以3 大概1.71 对不对 我们可能要开工程型的 1除以2乘率 0.2886 所以结果是0.2886 所以我们的这个除下以后是0.2886 那无条件禁位嘛 无条件禁位乘0.29 取染位有效 所以无条件禁位取染位有效数字 变0.29克 这个是它的仪器的不确定度 所以最后的红苹果 它测量的结果应该是 180加减0.29克 那为了要对齐它的不确定度 所以这要写180.00 那绿呢 绿的苹果它也是只测一次 所以它只测一次的话也是一样 它的不确定度也是同一个半秤 所以也是0.29克 然后418.00 那这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 这个最佳估计值加起来变598 可是这两个呢 0.29这两个就要做平方相加开根号了 所以合成的不确定度 就会是 根号 0.29的平方加0.29的平方 结果是 0.4101左右 有开根号以后是0.11101 那 这里的话呢 因为 我们虽然说要无条件禁位啦 可是因为这里 是0了 它底下虽然有1 可是前面这一位是0 那0的话就比较小一点 如果它那里是1的话 我们可能就无条件禁位 可是如果它是0的话 讲义其实也有补充 如果这边是0我们就不要无条件禁位 就还是就保留这个0就好 所以应该说就就舍去后面的就好了 所以就变0.41 所以最后结果呢 你应该要表示为 598 然后 加减0.41克 那这也是598.0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像这样子 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如果 有效位数要取两位 然后它后面这一位是0的话 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禁位变成0.42 就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啦 因为实际上 它是从0.410 虽然说后面有一些数字 比如说 我如果是0.41 0002 难道你这个时候还要直接无条件禁位 变成0.42吧 所以 我们如果这个 后面的这一位 有效位数后面这一位遇到0的话 我们后面就舍去 后面就舍去 就变0.41 所以这一题的表示方式呢 重点就是 当你要做不确定度的相加或相减的时候呢 你要把个别数据的不确定度 平方相加改更好 才是新的不确定度 没关系 以后 你不确定